伴太后接见外宾 接见俄国大使夫人的前一天 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 第二天太后有接见的活动 所以那天我们告诉太后 如果我们要参与接见俄国公使夫人 就必须回去换衣服 我们那天穿的衣服样式很简单 而且是一种短装 我们所以要这样穿 是因为仪和院里没有地毯 光秃秃的地砖 会磨损我们晚礼服的长裙脚 而且动作比较笨的太监 总是经常都会踩到我们的长裙上 所以我们认为 短点的服装对于宫殿里的日常穿着 是比较适合的 太后说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换衣服 我见到你们今天穿的衣服 比那天穿的后面 拖着一条长尾巴的裙 好看得多 是衣服后面 还要拖着一条长尾巴的裙 这个主意真是好笑 关于这一点 你们第一天来到宫里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了 我们还未来得及 向他解释 他就说 我想可能是后面有一条长尾巴的衣服 让你一种短服要正规一点 对不对 我们回答是 然后他就说 那去吧 快点去穿上你们认为最漂亮的衣服 好了 我们立即回去换礼服 我妹妹和我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宙囚裙 上面装饰着布鲁菜尔花边 系着相同颜色的透明薄纱腰带 我母亲就穿了一件灰色的宙囚裙 上面充着黑色的玫瑰 领口和腰带上都穿着一束淡蓝色的缎带 我们穿得很匆忙 因为太后打发人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已经穿好了 当他见到我们 不由得大声地叫 哎呀 来了三个长尾巴的仙女 然后他问我们 当你们走路的时候 还要用手托着你们的衣服 这样累不累呀 衣服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不喜欢那条长尾巴 有这一件事在 在这里真是毫无道理的 要你们穿他们的礼服 不知道外国人会怎样看我呢 我敢肯定 他们不会喜欢我这一个主意 而我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要让他们 看到你们 穿上外国人服装的样子 让他们明白 我是懂得他们的服装的 我说 没有几个外国妇女 就好像你们三个 穿得这么漂亮的出现在我面前的 我不认为外国人会富过我们中国人 而且我都很少见到他们带珠宝的 我听人说我拥有比世界上任何统治者都多的珠宝 而且我的珠宝数量还不断增长 我们急急忙忙地准备接见普兰重夫人 她大约是十一点钟来到仪和苑 到达的时候 是由我和妹妹在第一所院子的第一间接待室里接待的 我们将她带到人寿殿 太后就在人寿殿等着 这个时候太后坐在她那张在高台上的大宝座上 皇帝也在墙 坐在她的左侧 我就站在太后的右侧 帮她做翻翼 太后穿着一件光鲜透明的黄色感断长袍 上面就着属葵和中国的寿字 边缘上穿着金碎带 她带着一伙大珍珠 她的大小和鸡蛋相同 从她长袍的一伙扣子上悬挂下来 除了这些 她还带了数目凡多的手足 戒指和金户甲套 头发的样色和平时一样没有改变 普兰重夫人走入大殿 我妹妹就将她带到高台那边的楼梯前 她向太后施礼 我就走上前将她拉起 引导她走上高台 太后跟她握手打招呼 普兰重夫人拿出随身带来的 俄国皇室的照片送给太后 太后说了一段非常得体的欢迎词 表示了对他们皇上和皇后 所赠礼物的喜悦之情 我将这段说话用法语 翻译给普兰重夫人听 因为她不懂得说英语 之后太后就叫我带她去见皇上 当她走近的时候 皇上站起来和她握手 问候了他们皇上的身体健康 这个礼节完之后 太后从她的宝座上走下来 牵着普兰重夫人的手 带她去到自己那间很多饿室的惨宫 他们去到之后 太后叫普兰重夫人坐下 由我当翻译 两个人交谈了大约十分钟 然后再由我带着普兰重夫人去见皇后 满族关于婆婆和媳妇的规矩 是很严格的 在整个接见活动中 皇后都坐在太后寶座之后的屏风后面 我去到那里找到皇后 让大家彼此见面 然后我们就从那里出发 去到宴会厅 那里正在佈置着一顿豐盛的满族午餐 这里我必须介绍一下 汉人的饮食和满人的饮食之间的不同 汉人吃饭都是把菜一盘盘一碗 放在桌中间 大家一起在这盘盘或碗里夹菜 他们拿着筷子 随意夹他们想吃的菜 但是满族就不同了 他们的饭菜都是分成一份份 每个人分一份 食法和我在其他国家所见的一样 太后因此感到很骄傲 说这样不单只节省了时间 而且还很干净 宫里的菜的质量真的不错 而且十分干净 特别是有外国客人来的时候尤其讲究 在这种场合里面 我们的菜饶也尤其丰富 有鲍鱼、鱼翅和热魔糕等 更不用提及各种各样的菜 那些一盘盘一碗碗的菜 真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 太后那一早对我有所指示 叫我把宴会的桌子都布置得好看一点 所以当我们坐下用线的时候 整个桌面的布置看起来就相当漂亮了 除了平时的餐具之外 我们还摆上了金质的龙形菜单夹 小巧玲珑的图形银托盘 盘里面装着杏仁和瓜子等等的干果 另外用餐的工具 除了筷子之外还摆上了刀叉 太后和皇帝是不可以和客人共同进餐的 所以招待普兰从夫人的宴会 就由皇室格格和宫廷命府做陪伴了 当宴会进行过一半的时候 一个太监走进来跟我说 说太后马上要见我 我的脑里很快闪过的一个念头 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又或者是太监向太后搬龙是非? 这是宫里面一个很坏的习惯 但我见到太后的时候 就很惊讶地发现她满面笑容 她跟我说普兰从夫人非常可爱 而且非常有礼貌 她见过这么多来到皇宫的外国夫人 但是她在风道上 就没有一个可以和这个夫人相比 她不得不抱歉地说 有些来到宫里的夫人行为举止 不是很令人悦目 她说 她们只是把我们看作中国人 而对我们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很轻视我们 我很快就发现了这种倾向 而且很吃惊 那些自称为教养良好 而有文明的人的行为 并不算得上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这些被他们 清作野盲人的人 在行为上 其实比他们文明得多 太后对那些外国的夫人 总是非常客气 而无论他们的态度 或行为是怎样差都好 当他们走了之后 太后都会告诉我们 哪个举止得体 哪个举止不得体 说完这些说话之后 她就交了一块很漂亮的绿翡翠 给我 叫我送给普兰从夫人 当我将这块翡翠玉石 送给普兰从夫人的时候 她向我表示 要当面向太后致謝 我又将她带到太后那里了 我们用完午餐之后 普兰从夫人跟我说 她对今次的接见感到十分高兴 而且深切感到太后对她所表示的善意 当她告辞的时候 我们又陪她去到人寿殿的院子里 她的招式正在那里等着她 太后有一个规矩 就是在送走客人之后 我们必须去到她那里 向她报告所有的情况 我猜她可能像所有女人一样 喜欢议论些什么 对人平头稳足些什么 情况一般都是这样的 她想知道普兰从夫人说了些什么 她喜不喜欢那块翼 欣不欣赏她宫廷里的午宴等等 太后对于我做翻译做得这么好 而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她说 以前从来都没有人帮我翻译过 尽管我不懂那种语言 但是我看得出 你说得很流畅 你是怎么学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 有时外国夫人也带自己的翻译来 但是我都听不明白她们的汉语 搞到要在猜她们说些什么 尤其是那个美国孔格太太带来的全教士夫人 我好高兴有了你 以后你就留在这里 不到我死那天 你都不要离开我 我会安排好你的婚事 但是目前 我都不可以告诉你她是谁 对于太后说的这番说话 我觉得好高兴 我心想 我已经借助神灵的帮助 我做了一个最好的出场 而且我都很高兴太后喜欢我 但是至于她说到什么婚姻问题 我就有点担心了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件事 后来 我将这个担心说给母亲知 她叫我不要着急 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我是可以拒绝的 我们说了给太后知道 普兰从夫人说过的所有东西 之后太后就跟我们说 叫我们可以回去 她说我们今早很早起床 工作也很辛苦一定很累 需要休息一下 她今天不再需要我们了 我们按照习惯向她施礼 道了晚安 然后就回去休息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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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